呼吁离婚父母好好学分手。不婚酷妈林晨曦温柔代言公益。 儿童节将至现代妇女基金会发起彭心手护球球。高重突家庭协助计划呼吁民众帮助这些球球家庭邀来纪念生个未人母的艺人林晨曦代言,并由男友林立岩担任导演拍摄公益短片,携手为离婚家庭的孩子发现。 林晨曦说,当我收到这个交约,想起自己和身边亲友经验,会觉得当离婚父母处在情绪中的时候,常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也可能忽略孩子的感受。 这群球球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声音,常成为沉默的被害者。 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知道现代妇女基金会有提供服务帮助求求家庭,就觉得应该站出来呼吁更多人关心。 林晨曦表示,做不成夫妻,还是孩子的父母,孩子需要双方的照顾和关爱,不应该强迫孩子选边站,因此好好学分手是离婚父母必修的功课。 此外,好的家庭气氛有助于孩子成长,即使做不成夫妻,孩子父母的身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此努力为孩子成为合作父母,是离婚夫妻应该为孩子做到的。 但要放下情绪并不容易,因此建议正面临离婚风暴的夫妻,可以前往各地院家事服务中心寻求协助。 现代妇女基金会在台北、市林、新竹及台中地方法院都有设置家事服务中心提供服务。 林晨熙提醒,如果身边的亲友有需要,可以鼓励她们去各地院的家事服务中心咨询,提供资讯也是一种协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